国际关注乌俄情势台湾当然不例外 不过消息传出 国防部长邱国正曾经问乌俄到底会不会开战 结果参谋本部情报单位给了不会这样的答案 但相隔没多久俄罗斯就进攻乌克兰 难道情资不足吗 国防部否认有误判情形 重申都有密切掌握局势 而对于有传闻影射情报判断失灵 国防部对此表达遗憾 而这场战争也让国内悄悄提高了防备 最近中央开始要求地方 盘点各地的防空洞和避难场所 俄乌战火持续延烧 国防部长邱国正紧盯后续情势发展 不过之前他主持某次会议时 曾经问会不会开战 参谋本部情报单位回答说不会 没想到革命多久乌克兰就遭攻陷 难道是我军情报失灵 还是情资不足造成误判 有关情报失灵的说法并不正确 国军密切地关注俄乌的局势 同时也严密地掌握区域的动态 对于各种的情况都会进行相关的预判 同时也会完成国军的应处作为 确保国家的安全 密切掌握俄乌局势 才能对各种情况进行预判 而现在中央要求地方开始盘点防空洞 以及避难场所是否足够 战争如果开打哪里可以躲 大楼的地下室除了可以当成停车墙之外 遇到战争的时候 也可以当成临时的紧急避难场所 都市大楼林立 别忽略这些避难空间 六度的避难处所 台北市约2.7万个 可容纳约2100万人 新北市1.2万个地方 容纳约1600万人 高雄市可避难的地方最多有3.3万个 容纳人数约400万人 没有一个事件说可能或是不可能 只有在平常的时间里做好所有的准备 警政署官网的防空疏散避难专案区 就能查到住家附近避难设施的位置 毕竟台湾也处在战争威胁之下 多一分了解 安全也多一分保障 记者向微信三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